今天我们来聊一下限制摄影 今天这个视频呢会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我们来聊一下什么是限制摄影 那限制摄影有什么样的好处 那我们怎么样训练我们自己来限制摄影 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会通过一段 我在台湾用一个机身和一个定焦镜头拍摄的一段影片 然后来一起来讨论说怎么样来限制摄影 然后我在限制摄影这个过程中我有什么样的经验分享 那我们现在来讲什么叫限制摄影 限制摄影是我自己总结的一套训练的办法 那是我们每一个学习摄影的人 在学习的过程中最快提高我们创造力的一个办法 那这个很简单 限制摄影其实就是我们在摄影的时候 加上一个人为的限制 这个限制可以是一个数量的限制 比如说我限制我每天拍一万张照片 对吗 或者我限制我每天我只拍一张照片 我替代代表我一天 也可以是一个器材的限制 比如说我限制用一个镜头拍完一个故事 也可以是一个这个时间的限制 比如说我或者题材的限制 我只拍下雨天的题材 这样 所以有很多的限制 那很多人就不理解这个限制 说这个我创作应该是自由的 给我越多的空间我才能更好的创作 我满腔的这个创造力就要喷发出来了 我知道确实有这样的人 但是比如说什么毕加索什么 我觉得绝大部分的人 99.9%的人 是和我一样的 就是普通人 那我们出去工作也好 在我们平常训练的时候也好 就会碰到很多很多的限制 那这些限制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想办法用我们的创造力去绕开它 所以既然以后我们要碰到这样的限制 我们不如我们提前主动自己加一些限制 然后来训练自己 那既然有了限制 我们想要绕开它 我们就要动脑筋 那这时候就是我们的创造力 长出来的时候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说 是最快最有效提高我们创造力的一个办法 那我们就是要不同角度的限制 增加到我们自己身上 我们一直来训练训练 然后我们的创造力 我们才会不同角度的长出来 那以后一旦没有了这个限制的时候 那我们的创造力不就是更加源源不断的出来了吗 这就是我的逻辑和道理 有一段时间呢 我特别喜欢用这一套设备 就是松下的GX1 这个机身非常非常小 然后还有Context的85.4的这个设备 我一直用这个设备来训练我自己 那很多人旅拍的时候呢 就会讲说 哎呀我要用一击一镜 但那个镜呢 大部分都是变焦镜头 大变焦 什么18到200 什么24到300之类的 那这种镜头呢 其实不能叫一镜 那起不到限制的作用 因为它是很多个镜头 然后等于集合到一个里面 然后只是把它搞到光学素质没有 只是为了让你自己舒服 并不是限制 那等一下我希望大家看的时候呢 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想一下 为什么我要选这个镜头 来做我出去拍视频的镜头 那这个镜头是85.4 用在M43的机身上 它要乘2 所以等于170的一个固定焦距的镜头 为什么我要用一个长焦 来出去拍一个旅拍啊 然后还有第二个 我们拍视频都要分镜头 那大家一边看一边观察一下 我是怎么用一个固定焦距的镜头 来分镜头的 其实一个机身 一个固定镜头 拍一组画面 或者是讲一个故事 这种训练方法 其实是非常非常普遍的 限制摄影的方法 这个所以我当时去台湾呢 就是用了这个 这个固定镜头 这个机身来训练我自己 这个大概是这样 大家应该也能看出来 应该是在六七年 七八年前的 这么当时我做的这么一个挑战 然后最近我看到 佳能好像也有 我看一个视频啊 佳能好像也有在搞一个类似的 也不能讲类似的吧 就可能佳能搞了很久了 总之是我最近看到了 就是说他找了一个摄影师 一个机身一个镜头 到北欧的一个小村庄 去拍摄那里愚民的生活 就是他那个镜头是35 而且他是拍照片这样的 我有一个观点 不知道对不对啊 就是说我觉得如果是 一击一净的挑战的话 我觉得拍视频的挑战 比拍照片的挑战更大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视频你里面要有要分镜啊 里面要有全景中景 然后特写 有不同景别的东西 都要你用一个焦距的镜头拍出来 但是照片不一样 照片是你全部用相同的景别都可以 因为照片是固定的 人们可以慢慢的看 人们可以看一个角落 哦 这里有一个虾 看一个大景这样 它有时间 可是视频没有 不可以啊 视频你一个镜头 你甚至都不能超过 放了太长时间 大家都没有耐心看 哎 你知道我干嘛 视频一定要有特写 要有中景 要有大景 所以我觉得 一击一净的挑战 对于视频来说更难一点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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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你和拍摄对象的距离来调节 就是你拍摄距离近了 你可能拍一个特写 你要更远一点 你可能拍一个中景 你要和拍摄对象更远一点 你可能拍一个大景 就是你要手动 不是手动啊 你要人工搅动的去调节这个距离来调节这个景别 那这个长焦镜头做这个拍视频 做一个固定焦距的长焦镜头拍视频 它的优点是在哪里呢 我觉得优点第一个就是它的景 它出来的景这个这个构图和景色是非常不一样的 因为长焦有一个空气的压缩感 有前后景的压缩感 它出来这个画面啊 是非常非常有冲击力的 它就算是一个大景 也给你的这个信息量非常非常的多 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友好 或者说我非常喜欢这种特点 非常喜欢这种这种镜头 虽然它不像一个广角镜头一样 可以给你很多东西 但是那个比例关系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种压缩感是我非常喜欢的 这是第一个第一个优点 第二个优点呢 长焦镜头做旅拍 我们可以在距离拍摄对象 拍摄对象有一段距离的条件下 能够拍到一些很细的细节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你可以在不打扰拍摄对象的情况下 记录一些状态 记录一个自然的原生的状态 这个是非常珍贵 也非常有意义的一些东西 这个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点 第三点就是长焦镜头的构图更加的自由 就是说你有很多方式构图 然后所以你可以来训练 你锻炼你自己的构图能力 然后你的构图也很自由 而且你的角度非常的多 这当然你的体力可能会消耗一点 因为你要角动的去调整这些构图 但是这些最终呈现在画面上 我觉得我是非常喜欢的 它有没有缺点呢 当然有缺点 它的缺点是什么 第一因为你是长焦镜头 所以你的抖动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你最好的办法是带一个脚架 或者带一个防抖 但防抖我一直以来都并不是很推崇 而且以前这个机器 这个快十年前的机器 就根本没有防抖 那我是怎么解决 我也没有带脚架 我都是大部分通过有一个衣托 或者是自己抓着 所以有一些镜头 大家还能看到一些呼吸 抖动这样的 什么另外一个缺点就是你不能自拍 所以有一些旅拍是以自己为主题的 那就可能不能用 不能实现这个挑战 那这个可能就变成一个 一个真的一个挑战 一个无法解决的挑战 也不能讲无法解决 就是如果你真的用一个长焦镜头自拍的话 那那个画面出来是非常特别 非常有意思的 一个机身 一个固定焦距的镜头 做限制摄影的训练是非常非常普遍的 而且它也是非常有效的 我希望大家能够经常的去做这个练习 可能不一定要去到一个别的地方 可能甚至在自己的小区 这个提高不会那么快 但是呢 你多练习几次 你就会发现自己找到很多的办法 或者也会找到很多的乐趣 然后这个创造力的产生 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大家就要多练习 慢慢地享受这个过程 果然今天我又验证了这一点 再次发现就现在又是一片极境 哈哈 在我的那个年代啊 经常有一个传说 说以前的大内高手啊 怎么训练自己 因为大内高手 那个紫禁城的墙 就有两三丈高 有什么毛仔跑来 他们就蹭着 穿上去就得抓住呀 怎么训练呢 他们就穿一个 二三十镜中的铁鞋 然后穿着那个铁鞋 然后日常生活 每天穿着 穿着那个挑水 穿着那个去菜场 找王大马买菜 去外面找李二姐去逛街 就整天这样练 整天这样练 等到后来有一天 你觉得 这个铁鞋 就跟我自己的脚一样 那个时候就练成了 你就把鞋一脱 这时候 身轻如燕 到那个墙旁边 蹭一下就上去了 这就是 限制带来的意义 这就是为什么 我说 我们要 人为的加一些限制 然后来挑战自己 就是给自己找不痛快 但只有这个过程 才能让我们的创造力 生发出来 那每个人的创造力 每个人的办法 每个人的点子 是不一样的 你只有平常这样训练自己 你到时候才能长出来 我是个疯子 我用执着写事 想祈祷你的心 却找不到困局 别放下你的矜持 我想知道我有多痴 都不停下来 就不停下来 解放四星 或稳一 发不知 你 有点 浑